大家好,我是月寒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影视剧当中 遇到有人发誓呢 那个人就会说 我发誓怎样 否则的话就天打五雷哄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哪五雷呢 今天的月寒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得从道教的一个法术 五雷正法说起 那这个呢也叫做雷法 在道教的观念里 他们会认为雷是天的号令 他的权力呢是最大的 而且呢雷也被称为众神法源 掌握雷这种力量的人呢 就叫做雷祖 雷祖作为最高的天神 他负责掌管雷神的各个组织 而且呢这个组织和一个王朝类似 也会设有三省九思之类的 在这些官职之中呢 光是雷公就有三十六名 而这五雷呢指的就是 天雷 地雷 水雷 龙雷 射灵雷 除了这个神话的说法之外呢 还有一个和阴阳五行有关的说法 说这五雷是金雷 木雷 水雷 火雷 土雷 而且呢这五个雷呢 分别是对应不同的事件 其中金雷指的就是刀剑金属等 木雷指的是棍棒 还有树木压柱等 火雷呢指的是火烧电机等 水雷指的是溺水生病等 土雷就是指的是土麦 还有房屋倒塌等 所以说天打五雷轰 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道教当中的 那后来呢被我们大家给俗语化了 而且在古代天打五雷轰 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狠毒的咒语了 所以呢不管那个人说什么 只要用了这句话就会被人相信 毕竟谁会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呢 好了今天的分享内容呢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